那提到这次内阁 我们就来看的是 其实内阁首长很多都确定 副首长人士也紧锣密鼓 征询当中 有不少政务次长 是由民党立委落选的人来出任 包含了教育部政次长 就是张廖万坚 魏福部两位的政次 林静怡跟吴玉琴 还有法务部政次黄世杰 还有农业部 交通部 也都点名前立委 蔡培惠 郑玉棚等等 现在外界酸啊 这简直是帮洛选立委在找出路 前立委郭正亮直言了 林静怡入列 未来卫福部一定会变成战斗卫福部 为什么这样说 来听他的分析 这些人要嘛就是党棍级别 要嘛就是跟赖清德真的比较熟的 比如说林静怡就是典型的党棍 那只是说林静怡可能会为赖清德 带来相当多的环境的争议 就是那个卫环 因为我的了解就是邱态元也是一个比较木讷的人 所以林静怡如果去接正次 因为之前是李立芬 李立芬就真的比较低调 那他是属于这个社福那个部分 那如果是林静怡那坦白说他跟邱态元都是属于医师啊 对是 那事实上社福这一块没有人 而且林静怡那么爱说话 所以卫福部一定会增加不少争议 那其他其实 那有可能就是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战斗卫福部了嘛 会 林静怡一定是 一定是 那其实其他的人我不知道 像那个张廖万千事实上教育界是乐见 因为他长期都在教育委员会 那因为相对于另外那位 那个叶什么柄啊 那个台大电机系那位教授叶秉承 叶秉承 叶秉承他就是长期都在搞实验教育了 所以那个坦白讲跟我们既有的教育体系是有点脱钩的 所以有一些比较保守的教育团体会忧虑 那张廖万千事实上可以补这个缺了 因为我跟他蛮熟的 他是一个做事情的人 吴玉琴他本来就待过内政部 他是他后来当不分区嘛 所以我是觉得问题不大 马席二会接两岸和平的关键 九二共识就是两岸一家人共识 是两岸和平定海神针 针对了陆方所开放部分观光 以及文旦进口 对此行政院院长陈敬仁表示说 不完全符合预先的期待 但仍然乐见 回应台湾的呼吁 会请陆委会跟交通部来厘清相关内容 我一项支持两岸的健康有序的交流 那我们也一再的富裕 两岸之间应该要有对顿尊重 然后不设立任何政治前提下 来不断的释出善意 然后累积彼此之间的不相的了解 实际上在前一段时间 我们也不断的跟中国富裕 但是我们发现 中国仍然以这个不理性的政策 来做回应 而且来阻挡我们双方的交流和贸易 实在是相当的令人遗憾 这一次中国的宣布 虽然并不完全符合 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它的幅度 或者是它的这个作为 内容并不符合我们预先的这个期待 但是我们仍然很乐见 有这样的一个对于台湾的富裕 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回应 我相信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那实际上我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相关的回应 希望能够使得两岸之间 有更好的这个交流 所以我也请这一个 我们的陆委会还有交通部 要积极的来厘清各项的这个内容 尽快的能够来持续执行 双方的这边的交流 不过在这里我也想要呼吁 我们双方应该要尽快的回到 原来的这个平台做良好的 这个沟通跟交流 我想我们双方都有责任来促使 双方的这个健康有序的交流 谢谢 栏外访路团结束行程返回台湾 富坤奇说带来丰硕的成果 两岸迎向春暖花开 时事评论员张宇轩之言 国民党这些人许真正目的跟马英九一样 需要一个喊话的破口 张宇轩也指出 赖清德也希望两岸和平 但关键就卡在清朝官员一直在赖内阁指指点点 来听听他的分析 国民党这些人去 你说傅坤奇也好 这二十个立委 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跟马英九一模一样 他去到那边 当地他有一个可以演出的桥段 可以有一个演出的排场 可以有一个可以演出喊话的破口 透过这个方式他真正呼唤的是谁 两个人一个是未来520执政的人 一个是谁 两千三百万的台湾人民 中华民国人民 他就有这个方式递出这样的讯号 然后给你去接球 所以今天国民党他等于是 他只是一个桥段而已 因为你不管去或不去 他这个排场基本上都已经写好了 所以接球的人应该是谁 应该是赖清德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 现在处于什么状况 我觉得他也是蛮惨的 为什么会这样讲 请问一下赖清德 现在有没有办法激烈的跟大陆对抗 或冲突或走独派 没有办法 理由很简单 不是因为他怕大陆 就是美国要选举 美国老大哥在选举 那你赖清德能怎么样 叫你不要动了 不要动 叫你乖乖定好就乖乖定好 所以他也不能冲突 他想冲突他也不能冲突 他也不能搞抗中保那一套 但是他想和解 赖清德有没有想和解 有 赖清德是不是讲说两岸之间 领导人应该要多互动 两岸之间要多交流 结果你看到现在谁在搞砸锅 谁不让他和解 陆委会现在是谁任命的 蔡英文的人 王国才是谁的人 蔡英文的人 蔡政府的官 现在很怪 大家以前讲拿明朝建展清朝官 现在是明朝的官在对清朝事务指指点点 讲白了一个月之后 还不到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之后就换人了 换人之后现在这些每个人都 让让叫让让叫 你陆委会让让叫了 然后你王国才让让叫 请问一下520之后你们说话算不算数 你说话又不算数 你现在来的意见代表赖清德的意见吗 我不知道耶 你要请参赖清德发声啊 国民党立院党团就是总召傅宽奇所结束的 访路行程返回台湾之后 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民 他大骂这个团啊 本质上就叫做卖台团 叫做卖台之旅 带回中共养套杀的礼物 不过议员侯汉廷直言 柯建民是怕国民党去大陆谈有政绩 那未来利益会扩充到国民党执政的现实 害怕到最后大陆区别对待会越来越多 我觉得今天柯建民啊 算是说出了大实话 吃了诚实豆沙包 他说两岸观光是国家要谈的事情 不是这几个人可以解决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只能民进党去谈 不能国民党去谈 他讲说哎呀 这个现在作为礼物交给傅昆奇带回来 这种戏码还可以再演吗 你看我学民进党讲话 就会学得比较尖酸 刻薄 尖嘴喉塞一点 这种戏码还可以再演吗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如果都让国民党去谈了 有政绩 不就凸显民进党很无能吗 如果都让国民党真的长此以往 先争取到了马祖 那未来呢 如果又争取到了金门 又争取到了澎湖 这个都是票投国民党的比较多 那未来如果再扩充到台湾 其他各个都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有观光的资源 有各种的好处 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没有好处 他就说你看长此以往 这种戏码还可以再演吗 他就是担心未来这种戏码在演 就是担心未来大陆的区别对待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然后老百姓就看得很清楚 就投给民进党的 就没有观光资源 投给民进党的就没有好东西 东西就卖不出去 然后投给在野党的东西就卖得出去 就能人进来货出去 各地发大财 所以柯建民真正担心的是这件事情 所以民进党批评国民党去大陆 就是怕国民党照顾台湾人 所以民进党自己没有办法照顾台湾人 然后还不愿意别人帮忙照顾台湾人 这是一种非常懦弱可比的心态 520将卸任的退附会主委冯世坤 29号到立法院被寻大鸣大放 惊惧连连 他感叹表示说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党员 不过居然到了民党党的团队去当部长 也坚决反对拆除蒋中正同向 当年如果不是蒋中正 今天并不会有台湾的安定发展 而面对两岸情势冯世坤说 如果现在官方管道不通 就走民间 不认为这是在柔性这一刻 这是必然的过程嘛 一个国民党员到了民进党的团队 去当部长 国人关期间下了这样的住截 即将卸任退府会主委冯世坤 任内最后被寻对两岸紧张情势 很有自己大鹏的风格 中共到底有没有资格办黄埔百年 当然没有资格 那人绝对不相信 会有百团要去 而且到达三千人 我绝对不相信 假设三千人去了 那你既然那么喜欢那边 你干脆就不要回来了嘛 那你既然又要回来 那表示我们这里 当然有它优势的地方 当然 让它愿意留在这边的地方 去那个地方毫无意义 谁明谁暗分清楚 不过两岸关系 也得化解现在僵局 我不觉得它是凸显一种柔性的对抗 我却觉得他们是想找一个方法 既然官方的管道不通 是不是利用民间的管道 政治层面台路双方得找解方 冯世坤的毕业感言已经完全奉飞 他强调为中华民国奉献 跟汉本不能忘记 或是蒋公的画像 或是蒋公的纪念品 如果未来的这些转型正义的小组 要求我们的退府会 要一并的全部拆除的话 我想要请问我们的冯主委 对于这样子的立场 你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假如没有蒋公把黄金 人才跟部队带到台湾来 今天不会有安定的台湾的发展 再讲一句 蒋公带到台湾来的部队 不是窜逃 而是有计划性的 到这里来将台湾成为复兴基地 被震不是影震 冯世坤大鸣大放 巨巨惊言再次用行动证明 守护中华民国是不分蓝绿党派 谢谢台北综合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